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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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各位讲 树木学是森林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课 那为什么呢 首先各位要先要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森林系是什么系 就是我们基本上本质上就是 围绕着树木的一个学系 OK 那为什么我们要围绕着树木 是因为树木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呢 是几年前 我们有一个symposium 我们请了一个国外的学者 来跟我们讲 讲关于森林的重要性的时候 他列举了一个powerpoint 那我觉得非常喜欢 他说 Why should everyone should care about trees? 他说 Forest trees are unique adaptation and utility 他说森林的树木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适应的机制 然后它具有各式各样的功能 Trees adapted to some extreme environment 森林的树木 它适应了很多很极端的环境 很高很冷的地方 很热很湿的地方 很干的地方都有树 They resist tremendous mechanics traces 它们忍受很强的机械的硬力 大家知道全世界最高的树有多高吗 130几公尺 加州的巨木 那想一想 如果各位修木材 学一些物理就知道 那个承受的硬力有多大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才拿木材来做很多很有用的工具 那林法勤老师说 现在已经有人可以用木材 建40层楼高的房子 OK They withstand past and pathogens over lifetime that can extend to thousands of years 那树木可以 基本上树木不会动 在那边冷不能穿衣服 那有病虫后来清洗它 它也没有办法做很多什么抵抗 当然有些抵抗的机制 可是基本上不能动 所以它们有些特别的机制 去防止这些病虫害真菌的侵扰 那而且它们在那边一战就是几千年 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There are dominant species in many terrestrial ecosystems 它们是陆域生态系最优势 最主要出现的一些物种 Therefore 非常重要 Their responses can determine the fate of their ecosystem 所以树木对于环境的适应的机制 某种程度上来讲 会大大的影响我们陆域生态系 各式各样物质的循环 空气的循环等等 然后最重要呢 现在我们这一段话变得非常重要 Actively growing tree sequester carbon 就生长很旺盛 生长活力很高的植物的树木呢 它们非常有效率的在固碳 Provide a renewable source of raw material for wood and paper product 这些东西木材我们非常重要 然后比如说制止 那事实上还更比较说 木材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用途 那其实因为这个这件事情现在 在这个全球暖化其实下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我们对于能源的依赖 我们需要找气带能源 那跟树相关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 也就让人家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过去我们对于对我们来讲 白蚁就是一个讨厌的东西 大家只有病重害的人会研究白蚁 可是因为白蚁它会分解木质树 纤维树这些东西 所以很多科学家开始觉得说 我们之前怎么忽略了白蚁的研究 所以有些做白蚁研究的人 突然就变得很夯了 因为他们就知道一些 什么样的微生物可以去分解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跟树有关的 好那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要真的了解树利用它 在生理系好好学习 大家就必须学习一个 大家都很害怕的课 叫做树木学 那树木学 我简单跟大家讲什么叫树木学 那这是来自于基本课本的定义 那这是刘唐瑞、廖日金老师 是这两本书的作者 那这两位老师都已经过世 他们都是我们生理系的前辈 那刘唐瑞老师曾经当过我们农学院的院长 在他的树木学里面 他说树木学乃专门探讨植物 树木分类的学问 树木分类的学问 对象以桥木为主 而以灌木及木质特本复制 所以最基本上就是研究木本植物 研究的范围包括树木的分类、方法跟体系 它所属各分类群 我们以后会讲这些字 如科属、种、种的形态、构造、产地分布 生态用途等等之技术 为达成树木分类的目的 必须借助某一地区树木之调查与研究 这就是资源调查树木在地理上的研究 生物或植物地理学 树木在古植物学上之研究 树木各分类群 组为科属之专门性的研究 我们之后都会谈到这些名词 树木就是细胞遗传 那现在比较少人说细胞遗传 但遗传学我们用很多DNA 我们之后会讲到 以及树木之生理 还有生态学的研究项目 那树木学的研究资料 当然以标本为主 研究场所有室内野外的观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什么是树木学 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了解树木 但是在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树木的分类是一个基本的架构 树木学的重要性 那这个是刘唐瑞教师的 廖德金老师他们的里面讲到 就是说可以做为 纯粹应用科学的基本科目 另外它的树木的名称与特性之认识呢 也对于我们在利用在 比如说育林、生理、晋营等等的 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放在这边 这高普考会考 所以大家把它记下来 这课本里面也有写 好 那再看另一本教科书 这次这本教科书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这是来自于这个中心大学的几位老师写的 台湾树木誌 非常好的一本树木学教科书 他提到树木的分类学与树木学 那基本上他也认为树木学就是桥木的研究 习惯上有称为包含桥木灌木等等 基本上就是木本植物分类学 那严格来讲 树木学目标集中在桥木 还有栽培价值、经济价值的物种 那基本上它的范围很广 射中分类学、心态等等的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调这些东西呢 是在于说 树木学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 要协助我们进行灵学的学习以及教学 以及灵业的应用 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的灵业现在是什么 禁乏对 所以我们不能砍树 那过去的树木学常常就是认经济树种 有用的树木 可是今天这些树都不能砍了 那现在台湾各位大二的同学 你们想 现在台湾我们最重要的灵物单位 扮演什么角色就是怎么样 国土保安嘛 还有就是游乐区这些有了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关心的对象不再只是 那些我们过去的经济树 我们觉得这树很重要 可是不能砍赚不了钱 没有用 还有在于说过去的树木学常常就说 老师就说你只要会在那些 有可以卖钱的就好了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树木学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应该就是说每个国家对于树木学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当那些灵业很重要的国家 当然他们的树木学 还是以经济树种的教学为主 可是在台湾呢 想一想 各位主要做森林的进行管理 做森林生态器的研究 是不是要把森林里面所有的东西 不是只有树木 还有包括它的草本 附生在树干上的兰花 绝对都认起来 OK 好 某种程度来讲呢 我认为这是重要的 另外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我在几年前 有一个英国的学者 那我们合作做一些研究 那他已经问我说 郭芳你在大学里面教什么树 我说我教树木学 他说 哦树木学 我们英国只有16种树木 所以我们没有树木学 他们只有植物分类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一个国家树木很少 他们就是分类学就包办的 那老师本身是植物系毕业 我必须跟各位讲 我没有修过树木学 我只有修过植物分类学 因为植物分类学 你不会管树木本跟草本 我们什么都要学 OK 那再来看这个 这是各位现在想要查一个字 最早讲的就是这个嘛 Wikipedia 对不对 看Wiki怎么说 他说Wiki 这个字大家一定要会有Dendrology 那这个Dendrology 这个字Dendro就是指木头 Tree的意思就是树的意思 就是希臘文的Tree And the Asian group Logia就是什么学问 大家都知道 那又叫 有人叫做Sylology 基本上就是Wood The study of wood It's a science that And the study of wooded plants Including tree straw and liana There is no sharp boundary Between plant taxonomy and dendril 他说植物分类学 Plant taxonomy植物分类学 跟树木学没有什么清楚的界限 However Wood plant Not only belong to many different plant family But this family may be made up of both Wood and non-Wood matters 也就是说 从植物分类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把树木分成木本跟草本 其实是非常的不自然 因为常常一个树里面 也有木本跟草本的成员 那我们今天要了解多样性的话 其实这样的区分是很不自然的 This severely limit the usefulness of a strictly dendrilogical approach 所以我们把植物分类木本跟草本来教学或认识 其实基本上呢 严谨来讲是不是很好的方法 So dendrilogic tend to focus on economically useful What would he plan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horticultural 或西伯 cultural properties 但是里面还是有强调 树木学它基本上会focus在 就比较专注在经济学 经济上比较重要的一些木本植物 它的鉴定还有在圆域及在育林上的一个功能等等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它是有目的性的 那我再回到这边讲就是说 森林系的树木学教学必须要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的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对我们经营的森林的生物多样性 特别从植物的角度来讲基本的知识 所以我这讲课基本上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 给大家对增加大家对树木的一些知识 不是只有很focus在传统的林业 因为台湾已经没有这些林业了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走 未来的林业绝对是以经营管理 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为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对这个台湾的森林物 森林里面的生物多样性 特别是植物多样性有更生的来讲 那这也是各位跟其他学们的学生最大的差别 就是我们认识森林里面植物的多样性 OK 这是我们正学期的课程的目标啦 那就是当然就是很重要 它是这个课修完 我都很喜欢argue说你树木学学得好 你才有办法学好玉林啊 这些什么森林生态学啊 这些林产这些东西 这很重要 那我会跟各位上什么东西呢 我会跟各位涵盖 简单会介绍什么叫植物分类学 及它的发展历史 然后我会跟各位讲 怎么做分类 分类学的原理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会上一个比较特别的课 叫做植物命名法规 告诉各位 我们是怎么将植物命名 给它一个学名 OK 那这个我们 因为我这次有些经验 我用我自己的研究经验告诉各位 然后我们会到楼上去参观 我们系上的标本馆 我不知道各位同学知不知道 我们系上有个标本馆 里面有很多很古老很酷的东西 那另外呢 我会跟各位讲植物分类的重要性 当然会花一点时间讲特征 以及我会花大概一半以上的时间 跟各位讲 台灣不同类群 那这里面会提到一些 形态生态物后利用 民俗等等 我的课 上课的部分 一般就是两个小时 希望我可以在 第一个小时的时间 跟我跟各位讲一些 比较基本原理的部分 第二个小时呢 我大概会有一半的课程 是以我们实验室自己做的研究 为案例 跟各位讲 数目学的研究 可以怎么样用在不同的 我们怎么样去研究数目 以及这些研究的知识 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那其实可以非常包罗万象 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 最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 就是如何用数目的遗传多样性 去重建整个南岛里植物的迁徙 那我会在这个课程里面 跟各位一一做叙说 那这个课我们 我待会跟各位讲 就是我们采用一个叫做 Angiostrum phylogeny 就是各位手上那个物种侵人关系数 我待会跟大家讲这是什么东西 那这是一个 基本上现在做植物分类学 大家都普遍采用的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的采用 造成我们授课的顺序 就是对这些植物介绍的顺序 跟这些教科书内容有相当大的差异 大家可能会很confused 可是这是趋势 我一定要告诉各位这些新的东西 先来把这一排在这边 这就是主要的参考教科书 及参考书目及资料 那我要跟各位讲 现在其实就数目学这门课 理论上是要教大家认数啦 但是我必须跟各位讲 根据老师教了本次 本学期是我第十一学期教授数目学 根据我的经验啦 大部分同学本来就很会认识物的人 就是很会认识物 跟数目学没有什么关系 修完数目学变得很厉害的 有 但是真的不多啦 你要变得很会认数 就是你自己平常要练习 我告诉你的就是说 你要变大大去读这些书 就会变得很厉害 我是说真的 因为认数这个东西很难在上课传授 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会在后面的部分跟各位讲 那我一本一本跟各位讲 那第一个呢是 如果你现在想要学植物分类学 你想要看一本教科书 然后你觉得英文不太好 恭喜各位2003年去年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植物系统分类学 南天初局出版 那这是台湾的分类学者写的一本 关于分类学的教科书 他讲了很多方法论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上课的关于植物的解说 跟植物的一些说明形态 跟有一些照片呢 来自于两套书 是这套书叫做 台湾植物维管式植物检制 那这套书大概在将近10年前出版的时候 基本上对台湾整个植物分类学 以及台湾民间对于植物的爱好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突然之间坊间就有一个 全部写中文 而且是全部台湾很完整接照的一套书 那这套书呢 非常畅销 你已经买不到了 那林务局就 农委会就把这套书 变成光碟版可以下载 你也可以在网路上直接用它网路版 但是你也可以下载 变成你的 你的电脑里面的一个 就是你可以下载 那基本上是以网页的形式去搜寻 跟书的内容一模一样 好这套书很不错 我非常推荐的 另外还有就是数目解说 数目解说这基本 一样同样的方法你可以下载 但是数目解说更酷 有一位先生不知道是谁 他把它变成一个APP 大家有智慧型手机吗 你就只要到你的那个Google Shop 你就可以下载 台湾数目APP 现在这个真的蛮方便 他就是台湾的数目都在里面 那我一直鼓励几个电脑 比较好的朋友 把这个微管数值数减制 变成一个APP 这是趋势 这是趋势 现在国外有很多类似的APP 都可以协助各位认职务 好 那另外 接到两本就是 如果你要买教科书 觉得看这种电子产品 伤眼睛 然后又不太 没有学问的感觉 推荐这位这本教科书 这是台湾数目字 这个是中心大学他们的指定教科书 这本书1994年出版 有一点旧 但是他对于数目的介绍非常全面 特别是我很喜欢他前面关于 植物分类学的一些原理的东西 有很多很有用的information 那这本书南天书局也买得到 有点贵 但是我觉得我满喜欢这本书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特别 因为分类学有很多detail 不太容易记在脑袋里面 所以就是参考资料的话 这是我非常常去翻的 好 那另外呢 这一套比较惊人的就是 这是英文写的 就是台湾的 Flora of Taiwan第二版 那这是呢 大概在十多年前 台湾植物分类学者 努力完成了一套书 那所谓Flora这个字就指说 你这个地方所有的植物的information 都收落在里面 那基本上全世界很少国家 完成一个完整的Flora 不多 台湾算是里面做得很好的 所以成就蛮高的 那当然这本书现在也买不到 但是呢 这个森研所的会长博老师 他已经把它全部都放在网路上面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另一个 可以得到的电子书的资源 那这个网站非常棒 他除了第二版植物籍 还有第一版植物籍 还有很多跟台湾植物分类有关的日籍文献 另外呢各位要是觉得 当一个大学生还是要看原文书 比较有学问的话 那就推荐这本教科书 这个是美国 好像是Saint-Osset University的 Michael Simpson 辛普森教授 他写了一本很棒的教科书 Plain Systematics 第二版 那对各位的大家来讲 可能读起来有点吃力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学习植物分类学 知道我们这个领域的老师在做什么东西 那想要看一个原文的话 2010年出版不会算太久 那我认为他内容非常好 而且非常非常的Comprehensive OK 另外呢 各位要是想要看一本这个轻松 又有彩色照片的东西 那推荐这本书 这是我的过去的老板 现在的合作者彭晶毅老师 他出了一个叫做植物百科图点 貓頭鱼出版车出版 里面有关于食物形态 比如说我讲老师上课讲到什么什么夜行 这本书都是彩色的 全都是彩色的 他就告诉你形态 他有个图 然后告诉你这些很清楚的描述 OK 然后呢 有些蛮好用的工具书 那有几本书 一个是这个杨远波老师出的 这个台湾种子植物药栏 以及台湾种子植物科属制 这两本书现在好像也都买不到 但是算是各位在图书馆可以找得到的书 另外如果各位想要有一本彩色图件 那这次中心大学他们的老师们就 把这本书的植物都用彩色照片呈现出来 三本 另外其实现在我觉得啦 我其实最常用的都是网路的资源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有用的东西 那Angeline Sperm Phylogeny Website 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网站 那我们简称叫做APG的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是由密疏理植物园的一个很重要的植物学者 叫Peter Steven 他一个人独立完成了 那Peter Steven他是一个 他是 就是现在正想要独立 但是可能独立不起来的苏格兰的老师 那他 他是我认识对于植物分类学知识最渊脖子的人 他大概六十几岁快七十岁 他的工作就是 在图书馆里面看全世界所有的分类文献 他只要看到今天出来的文献 下一分钟就把这个文献的新知新知言 放在网路上update 我常常就发现怎么 Peter你怎么又update了 两天前才update 然后我也常常发一些小抽 就寄email给他 然后他就会很快去更改 那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 就基本上就是我老是一个人在维持的 他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 是给学生看的 比较简单 但是这个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 对各位来讲可能有一些太多 但是基本上我要告诉各位说 很多学者在努力的整理这个知识 他把所有最新的植物分类学 应该就是说从绝对开始的一些知识都放在里头 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网站 包括很多的名词解释他都有在里头 这是这个APG 那我们之后会讲到这个东西 这是植物命名法规 那我们会花一堂课跟各位讲 什么叫植物命名法规 现在已经不叫植物命名法规 叫做国际藻类增菌记植物命名法规 这告诉我们藻类菌类已经不是植物了 OK 那我们会跟 我会花一堂课跟大家介绍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再来呢就是植物的名字 你有时候看到一个学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一些网站可以去查 IPNI 它是一个收入非常完整的 学名及秘密的资料库 我们后面会跟各位介绍 以及这个另外这是Fly of China 那不管各位喜不喜欢 反正中国人在做中国植物制 英文版的时候就把台湾给包进去了 所以台湾的植物全都收入在中国植物制里面 这套书去年已经全部出版完成 而且所有的内容全都在网络上可以收取 都可以下载PDF 这也是一个我非常常参考的东西 那常常会发现 台湾的分类学者跟大陆学者有些间接不一样 但重点是这套书非常完整搜罗 而且以英文的方法 把中国的植物资源呈现出来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 Missouri植物园我的老师 Peter Raven 主编花了20年的时间 完成这套非常了不起的书 里面有很多的不能说错 而是需要被update 需要被更新的地方 但是这就是后来分类学家 可以努力的一个可以琢磨的地方 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台湾有个植物分类学会 各位要是有兴趣可以上他网站 那他们很积极的去把台湾植物分类 相关的一些新的讯息 非常快就update上去 这也是一个可以去看的地方 那另外呢 初位典藏 我刚刚已经给各位看了 就是这个资料固 那这个是 最主要是台湾生科系的标本馆 谢藏夫老师以及他的助理们 很努力把台湾植物相关的一些文献标本 比如说各位可以在那边搜寻植物的标本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进阶查询 里面呢也搜罗了本系的标本馆 叫做台湾大学农学院森林环境资源 也是NTUF 送出呢 我们西藏的标本馆现在update到几份 总共有1589笔在网络上可以搜寻 你可以看他们的影像 另外还有这个是庄园研究院植物标本馆的一个网站 那这里面有标本的资料 以及你可以做一些图像的搜寻 好 这是本人最喜欢的网站 叫做大图连小图啦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很厉害的地方 这就是由全网路上的大大们完成的一个东西 你现在要看台湾什么植物 你就到这边来找就有照片了 这是最厉害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大家可以进去看照片非常多 而且就是基本上就是他们花力气 把网路上这些植物的照片全部都放在我里面去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要讲的东西 首先呢接着要跟各位讲的是 我们要做植物分类学啦 虽然这是Dangeology 但是基本上它本质上是分类 那我常常会把分类跟树木学混在一起 反正就是不管讲我讲的就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做分类 其实怎么做分类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靠一个特征 依据或证据 那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分类学这个知识困难的地方就是难在于说 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东西描述下来 而且别人看得懂你在写什么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靠我们对于分类特征的理解 那什么是分类的特征 分类特征 分类特征一方面是用来重建物种轻人关系 分类架构的证据 同时亦为用来描述种类编移的依据 什么是特征这件事情 是整个分类学最基本的东西 怎么样去了解特征 怎么样了解特征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这些东西 基本上特征 character这个字 我们之后会提到一个类似的字 叫做homology 同源性这个字 它是整个生物学的基础 我们在做很多很多的比较 基本上很多生物学研究 就是靠的就是对特征的理解 那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可以qualify 成为一个特征呢 可以变成一个特征 那基本上只要是能够major 只要可以被测量跟描述的东西 你就可以拿来当成特征 那这里面就包括个比如说植物的外表型态 当然是我们第一个想到了 那很多很多学者花很多力气在看 非常细微的解剖学 就是切片 胚胎学 胚胎学就是说看这个生物它很小的时候 比如说很多的动物学者 就看很小的时候 染色体细胞学 那这是在还没有DNA之前 我们就用染色体的形状、树木 那这在更早大概是50年代到70年代 80年代就是非常重要一个植物分裂的特征 就是染色体的树木还有形态的改变 胞粉学后来有比较高倍的显微镜之后 就变成说 你发现不同的物种之间它的花粉 因为这花粉可能跟它的传播能力有关 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 那后来大概到7年到80年代开始 开始有人以植物的次级二次代谢物 比如说不同的植物 举例来讲大家都知道台湾不同的树有不同的精油 衣物就说好香就知道这是什么植物 那代表说它有一些特殊的chemical compound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chemical compound 当一个分类的特征 比如说台湾的红块跟扁薄 我们系上的张上智老师 他们就一直在做这个东西 他们就说 从那个化学精油的角度来讲 这两个东西非常不一样 甚至有人认为台湾的 台湾扁薄跟日本扁薄是 台湾扁薄是日本扁薄的一个变种 那可是从精油的角度来讲 张上智老师一直强调台湾的那个扁薄精油 跟日本扁薄其实差非常多 他认为台湾的扁薄应该可以承认成一个新的种 那重点就是说 他们是有区别的 就可以拿来做分分别类的特征 那后来就用蛋白质 蛋白质的氨基酸的序列 因为我们知道 就基因DNA变成RNA RNA变成蛋白质 那这一切很多很多功能 很多很多的这些 比如说这个表现 都是靠不同的这个蛋白质 那这蛋白质的差别 不同的物种的蛋白质的差别 自然就可以拿来做分分别类的一个依据 甚至可以用来做亲人关系 那一直到大概 Watson Click 1960年代解除了DNA的序列 大概在80年代、90年代 DNA的序列变得非常容易得到之后呢 DNA突然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不管蛋白质是怎么样 它基本上都是从DNA层次开始改变 那DNA的改变是再加上DNA的数量 一个细胞里面很大量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 叫做次世代的定序技术 这是其实已经不新了 大概已经在从2006年开始 有一个新的一种研究的平台跟技术 就是说它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 把大量的序列定出来 我们现在在处理的资料 已经不是一两个DNA的序列 而是我们是可能处理好几万个DNA的序列 那这些序列它所带有的遗传信息 以及这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别 都是可以拿来做分类的证据 所以什么是分类的证据 反正就是可以区别的 那在这边照片跟各位讲 分类学者是很古老的一门 分类学者是很古老的一门学本 从林奈奈那时候到现在 事实上最早的分类学者 各位知道是谁吗 神龙氏 神龙氏是我认为现在 我们大概可以追溯最早的分类学者之一 他要治病 藏百草 他总不能吃错植物嘛 对不对 所以他有分类学者的知识 那这个知识 老实说可能 神龙氏可能有好多个啦 不是一个人 那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 中国最早 我们现在有记载 最重要的植物分类学家 李时珍 《本草纲目》里面 就把李时珍之前 他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 本来是他老爸希望他可以当官的 可是就是他没有兴趣 就觉得要行医 后来就发现这个坊间 对于草药的知识非常的紊乱 他就花一辈子的时间 把全国各 就那时候可以收集到草药 全部写在那本书里面 不过那本书里面 不是只有草本 他不是只有草 还有包括什么框 这些有没有放在里面 基本上是一个 那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 生物多样性的百科全书 所以他也是一个分类学家 因为他按照这个植物的药用 把它做了一个分类的系统 OK 所以那更不用讲现在 那我要讲的强调重点就是说 所有的分类学家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 很稳定 而且好用的分类的架构 我们之后会提到 这个分类架构 我们在现在的分类学者 希望能够反映物种的演化的持续 那分类学家 永远都是在用那个做研究的当下 最好的科技 在做分类学 所以没有什么叫做 传统植物分类学者 我们就是分类学者 那我不是说我们只用DNA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研究 能够找到一些很好的形态 当形态不好用的时候 就借助于其他的特征 OK 好这就是特征 那我放两张图 这我们后面会再跟各位讲一下 那某种程度上也讲 这个要怎么说呢 我们之后会提到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重建物种的演化 那靠的就是借助于去追踪 一个形态 他在物种分化的过程当中 这个特征的改变 举例来讲 一个植物 一群植物的演化 从白色的花变红色的花 那我们就去追踪说 他那个 那这个是单一的特征 但我们有非常多的特征 从此去把这个特征组合起来 一起做比较 我们就可以藉由特征的变化 去重建这物种的轻衡关系 那这两张图我先放在这边 那我要告诉你来讲 这就是特征的重要性 你除了可以分明别类之外 我们另外也可以利用特征的演变 去重建物种的轻衡关系 那这我们在后面 关于这个分类学原理的时候 我们会再看到这两张图 那就数目学的角度来讲 当然就是我们要去进行这个森林的调查 森林资源的调查 以及对植物多样性的了解 靠的呢 当然就是靠形态特征 所以呢 身为一个分类学者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提供一个 一般人可以用的一个分类的一个 一个系统 一个工具 一个很好的一个检索的方法 让一般的人 应该就是说利用分类学家 分类学知识的人 可以很快的去利用这些东西 分类学者占的数目非常非常少 最主要是现在没有工作可以做 但是分类学提供的知识 利用的人非常的多 利用分类学知识非常非常多 那一个好的一个分类的一个 研究的成果 这个会帮助很多很多不同的领域 那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 我们当然最好用的东西 当然就是植物的形态 所以我们做 特别是植物的分类 木本植物的分类 终归还是要回归到形态的 如果你的分类要靠的是花粉的话 那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植物的 不可能把显微镜带到以外去 这个分类 对很多人来讲是没有用的 如果这个植物的分类 一定要把DNA抽出来 要不然不能分的话 这对大部分人来讲也是没有用的分类 OK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形态 所以呢 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呢 我们就要对植物的形态 做比较清楚的认识 那这时候呢 就牵扯到非常非常多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植物的形态特征的 专有的名词 这些不同的构造 以及特殊的部位的形态 那这个呢 就牵扯到一个植物分类学 以及在上植物 植物 普通植物学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你要对植物的形态构造 各个部位要去熟悉它 那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各位有念医科或牙医系的 或是念医学院的朋友 或是你家的家人 你就知道他们在大山的时候 医学系大山有一堂课叫做大体解剖 那大体解剖这堂课 他们听说一堂课要背好几千个 这个身体各部位的希腊文 拉丁文 那事实上我们在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对他们那个大山那一年 是非常痛苦的 可是等到你在当医生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名字精确的讲出来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医生或是护士 其他的专业人士进行沟通的 你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正确的诊断 所以我们在做植物分类的第一步 就是要对这些东西有一些认识 这是一定要做的 那这个非常的 tedious 非常的琐碎 那我也不期待各位把这些东西都背起来 可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接下来呢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前面的部分 就是跟今夜以及这些东西 做一个很快的overview 然后跟各位讲 你要大概知道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简单 但是在于说 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app 可以上网的话 你就不需要真的把这些东西都记起来 可是像我们这种 常常以分类学为工作的人来讲 这些terminology 记久了就是脑袋里面的东西 只是现在在记很不容易进去 那这些特征 植物的特征 大家可以用几个角度去看 第一个呢它有构造 根茎叶花果是它的构造 接下来呢有它对构造的描述 那这些描述有非常多不是植物学专用 而是一般的语绘 形状就是所有东西都有形状 所以它有形状我会 颜色当然不可能 因为植物学有特别的颜色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用拉丁文来描述 形状树木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些所谓的general terminology 它不是只用在植物上面 所以呢 那再加上这些字 如果背起来 各位的GRE就会变得很厉害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GRE的制根跟制手 那这东西不会白背的 我要讲的就是重点 然后比较麻烦的是形态的变异 生物、植物、动物都一样 它并不是 怎么讲 它就是生物嘛 生物本体就是会变 随着不同的生长的环境会有改变 大家想一想 在座每个人长得这么不一样 我们都是人类耶 我们长得差那么多 这就是形态的变异 所有的形态 构造都是有一些variation 这variation 从种类到种间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趋势呢 非常清楚的描述在华莱斯 我们之后跟各位讲 他写的一篇paper叫做 On the tendency of indefinitely depart from the variety 他说演化呢 就会是让我 有一个趋势就是把我们 从圆形这样推到不同的形状去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生物学的本质 那怎么样去描述植物的形态 我们需要借助两套语惠 一个叫做potenic jargon 这就是一些形态的东西 另一个东西呢 一些structure跟general terminology 那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利用这些特征辨识植物 那我这边这句话呢 我希望各位可以读一下 他说 If not at all of the turn outline below should be considered merely convenient point along a continent of variation in form 什么意思呢 我在描述一个植物是什么形状的时候呢 通常很难固定就是不变 我们通常都会找一个中间值 或是一个范围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会是固定的 这东西呢自然就造成我们认识的困难点 那这就是人类厉害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在这么多的边里面 找到它中间不变的部分 那就是气质啦 了解吗 这个字很神奇的地方 我也说不上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就是现在有些统计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要再跟各位强调一点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些描述 非常重要就是在做植物分类研究所需要用到的 因为呢我们必须靠这些 terminology 做 description 描述 记载下来 这个知识才能够传递下去 可是我要再跟各位讲一下 各位不需要记这个东西 你可以也可以变成认植物的大大 因为我们有时候认植物不见得 都要完全把这些东西都搞得很清楚 你只要能够掌握那个变跟不变的东西 我常常喜欢讲什么叫植物分类学 植物分类学或者是分类学就是 意中求同 同中求一 在一堆很不一样的东西里面 找出共同的东西就是同一种 一些看得很成像的东西 把它找到不一样就是不同种 所以分类学就是这样 意中求同 同中求一 各位就掌握这个概念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东西里面包括什么 如果各位去看任何一个图件或者是flora 它们都会有一个 看到这边 都会有一个描述植物的一个顺序 首先呢 它们都会从最基部开始描述 根金叶花果 我们在描述植物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植物的形态本身就是从根开始描述 金叶花果 所有的illustration 所有的描述 所有的图件 只要是专业的图件 都是这个顺序 它有时候会省掉一些部分 比如说根通常不会去描述 或者是木本植物的话 都是木本就没什么好描述 但是一般的数据是根金叶花果 再来呢 你在描述一个 比如说叶子的时候呢 怎么去描述它 我各位把这个口诀记起来 叫做色形素长宽毛 什么意思呢 我们通常会描述它是什么颜色 它的形状是什么东西 它的什么数量 长度 宽度 它有什么毛 记住这两个口诀 你就知道要怎么描述 文字看起来会一致 这个物种的描述 跟下个物种的描述 是一致的 这是成为一个专业的分类学者 所掌握的第一件事 就是说你不同的物种之间描述 让人家读起来是非常一致的 那我要再强调就是说 做这件事情是分类学家做的事情 但是我想告诉你说 这个是一般我们在描述上要求的东西 那在描述之前通常会 第一件事情还会描述的就是说 植物生长的场所 就是说它是属于哪一类的植物 它是生活型 那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包括陆生植物 水生植物 附生植物 寄生植物 寄生植物 及辅生植物 这个东西就非常清楚的提供 我们对于这个生物基本的了解 比如说 我说一个植物是陆生的 你就不会想到说它是海里面的海草 这一个东西下去 你就会把海里面的海草全部排除掉 我说这个植物是一个寄生的植物 你就把 会有叶子 会长绿色叶子的植物全部都排除掉 所以这每一个都是一个特征 它生长的场所也是一个特征 因为它可以被描述 可以被区分开来 所以呢根据这个呢 就可以把植物分成五大类 如果你要去分别 所以当我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有一千种东西 你第一 一开始就把它分成五大类 那第二个特征数 就可以再这样一分下去 你当然把特征加进去 就可以越分越形 这就是特征的用逐 那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把一些 常见的英文记起来 比如说 Aquatic, Epiphatic, Paracetic, Suburacetic 它这个无叶绿素的 A就是没有的意思 Chlorophyllus就是叶绿素的 加一个A就是无叶绿素的 这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难记 然后比如说 这个Microtrophic就是 就是腐生的这些东西 大家都可以把它记起来 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在 普通植物学都有教过 那我们在讲植物的形态的时候 从这个生长的地方讲起来 植物的形态又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 我们一般人喜欢讲的 营养器官 Vegetative organ 跟Reputative organ 那营养器官又分成就是根金叶 那这个都有不同的 terminology root 那金有时候叫 stain有时候叫seud 那seud 那seud通常指的就是 它的枝条加叶子的部分 还有叶子 另外一个是Reputative organ 就是花果跟种子 那这就是用来描述这个 开花植物的部分 植物跟动物有什么最大不一样 就是说植物它 每个植物的细胞都是干细胞 大家知道这件事吗 就是你可以用生物技术 植物的任何一个细胞 都可以把它诱导 变成一个完整的植株 那这件事情 还没有办法在动物发生 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植物的发育比动物versatile 就是它的潜力多很多 那也就是原因植物非常容易受到环境的诱导 所以它的变异会大很多 那相对的动物 人可能是很大的例外 可能都不太一样 可是大部分的动物它的形态 一个物种类它形态的变异是 它的range 会比植物小非常多 这是动物跟植物一个很大的差别 另外呢 因为这个关系 植物呢 常常会有一个形态 一个比如说明明就是 我们以为它是花 它不是花 那是因为它在发育的过程中 很容易就 因为一些调控的改变 产生很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之后会讲到叶长花 明明是看起来是花 我们讲的是花瓣 明明说它是果实 它不是果实 假叶等等 这就是植物一个很大的差别 可是动物相对来讲 你要该长手的东西 不长出所 它就是畸形 它就死掉了 这个是动物跟植物 非常大的差别 那根这个东西 通常没什么好描述的 但是呢 在植物 木本 因为在木本植物通常是固定的 那这个我就很快走过去 是什么所谓 主根侧根 这都是普通植物学会讲的东西 然后在草本植物里面 有时候去描述它的根系非常重要 那木本植物的话 一般来讲 不是比较不重要 那比较特别的是 有些植物有些特殊的根 比如说所谓的 我们在所谓的气生根 在讲三棵融属 我会提到 儲存的根的味道 这都是非常 我想另外比较特别的是 比如说寄生植物 会有一个叫做吸根 这一个字 那这在木本植物 比较不会碰到 板根 这个字各位可以学一下 bostris 这是在指 这代语林的一些植物 特别会有这些类群 比如说 三棵融属的东西 会有板根 那这代语林呢 比如说有一些类群 比如说龙腦香科 或者是一些 梧桐葛植物 常常会有一些板根的构造 那另外呢 在一些 红树林呢 会有一些特殊的构造 叫做 Prompt root 支持根 那还有一些所谓的呼吸根的构造 这是一种红树林 叫做海茄冬 长出来 因为这些东西呢 比较少出现 可是一旦出现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特征 大部分的植物 或许就是一般正常的root 那比如说我们在讲 台大校园里面的树 我们它不太会去描述它的根 一方面是看不到 二方面是它们的形态 并没有足以区别这棵树 跟那棵树的差别 另外呢 金呢 它是相对来讲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构造 特别是在草本植物的金 有非常多的变形 我们会先看 这个是 我们先看这张照片 所以金 在植物学上面 什么是金 什么是根 它有它严谨的定义 从发育生物学上来讲 那是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认不对 那 金是在植物体中 与根相反 它是往上长的构造 它是往向上生长的轴 通常铺域在空气中 那轴路上通常会 啄生叶花等器官 这是general 但有非常多的mortification 有很多的变异在这边 那要注意金的部分呢 会有几个terminology 结 金上会有结 结就是啄生叶的地方 结跟结之间叫做结尖 internal 那另外呢 金会有些分支叫branch 这些东西没有问题 都是一些所谓的general terminology 它不是只有用在植物分类群 那所谓的shout这个字呢 枝条 shout 不要少一个o 枝条 stem plus associate leaf 它指的就是金加上叶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在讲枝条跟金 其实它是有点区别的 微小的区别 可是有时候它会是重要的 那有一个示意图给各位看一看 那我回到这边来 我一般来讲的金是这样 可是呢在很多 特别是草本植物 或者是长一些特殊 生活环境的植物 它的金会有些改变 我们一般来讲树木的金 我们可能描述的 反而是它树皮一些其他构造 可是呢在有一些草本植物 它会有一些特殊的金的变态 比如说我们大概会看到一个叫赤座 这是仙人掌它一个变 金上一个特别的部分 林金 这是洋葱的这个林金 有一些植物呢 它有很短的这个叫干金 那这个字大家可以学起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指这种生活型的 那有些植物呢 它的金就长得有点这种很奇怪 这个在花式你可以买得到一些东西 那另外呢 有些金它是长的叶子一样的形状 仙人掌沙漠的植物 球金 杆 那我们之后会在河本课里面提到这个 竹子它有一些特殊的地下金 花金、肘金等等 Anyway 大家可以看它有非常多的变芯 那特别在草本植物呢 你要去研究藤本植物呢 会有很多不同的terminalogy要去记起来 那为什么要有这些字 你如果要讲说 有一种植物的金 软软的趴在地上 然后又分来趴来趴去 可是我们这时候说 它的一个金它是一个tendrial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partum a vine 当你把这general terminology用了之后 就可以节省到你一堆描述的字 所以这是terminalogy的重要性 那依照金的木质的程度 会有所谓的woodie plan 就是木本的植物 以及hybratious 那我们一般 我们数目学focus就是木本植物 可是这两个东西的区别非常重要 有时候 木本跟草本的分也并不是那么清楚 很多植物它当变成多年生之后 它会木质化 所以木质化它就是secondary growth 二次生长 各位上那个临产应该会学到这个字 那有时候这些东西 分也不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怎么样从草本长成发育成木本 还有就是在很多的植物类群 很多植物有草本跟木本变来变去 这东西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东西 那还有呢 这个植物依经的大小跟木质化程度 又分成很多很多的状况 那什么是桥木、灌木、小灌木、半灌木 这些东西 那有时候很容易分 但是有时候它的definition 有时候会很模糊 但是基本上我们认为的桥木就是多年生的直立木本 单一主干 那所谓的灌木多年生的直立木本 但是近基部发出数个枝干 它都有些定义 所谓的小灌木就是一公尺以下多年生草本 那这些字 常常在一些生态学文献用的时候 其实用的时候就要非常的精确 因为它是有definition的 所谓的半灌木 精子在基部木质化的直立草本植物 比如说我们也在非常常见的这个大花咸蜂草 一般是草本的 可是有些东西说它就是一直被干扰 一直被除 它已经死不了 就是在那边久了之后就变成木质花 那有时候你只看它的基部的时候 它到底是草本还是木本 所以就有这个字叫做半灌木 那藤本不能直立 只能依附他物而生长的植物 那这些藤本待会讲有些不同的变形 那草本就是木质花 那我刚才提到这个 就是那 这个部分如果各位要熟悉的话 这个简制的第二册 后面有很多关于这个的名词解释 我很多资料从那边来的 那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这是仙人掌 它是一个长得很怪的东西 那这是金 它叶子 那叶子是着身在一个很特殊的构造 叫做次座 它也是金的一个变形的一个部分 那给各位看一看各式各样的一个根状金 就是root stock 那这个刚好都不是木本族会碰到 可是在 譬如说我们在讲到有什么 Tuber 这些东西 你一讲你就知道指的是什么东西 那在讲兰花 the rhizome 地下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 那另外它的生 我刚才提到的是木质化的程度 你也可以依照它生长的方法 直立金 我们一般讲是直立都不会描述 可是它不是直立的时候 叫做ascending 什么叫ascending 我们待会有照片 大概这样子 它是一开始偏偏的在直立起来 就是ascending 这是一个general terminology decomben 这有什么差别 decomben是一开始浮在地上在翹起来的 有差别喔 真的有植物就是长这样子 很多很多沙漠植物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觉得它碰到地上 它是没有碰到地上 叫做decomben OK 那prostrate 它就是整个趴在地上 prostrate creeping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prostrate 是平握在地上 是低 那creeping 这两个都是趴在地上 差别在于说 prostrate就是趴着 creeping是长根的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你发现一个东西 趴在地上又长根 还有它的prostrate 攀原的叫climbing 就是爬在东西上面 这个是 可能是下一个 等一下下一个照片会有 twinning 船繋的 rhino指的就是在地表横走 巨崖結尖明解 我们来看这个更清楚 另外一个是无精的 有些植物就是没有精 叶子长出来就是花精 那这个字叫做ercullens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字 有精的 那这个叫做虫生状 我刚才提到的是平握 prostrate creeping 有长筋的 有时候会讲rampant 那这个字呢 rampant这个字还可以 什么叫做rampant 就是到处乱长 雜草重生 rampant 这是一个gre单字 ok 然后decumbent 就是这种平握 斜矣的 一开始是平民在往上翘 我刚才提到这个sufflatescence 就是半棺木状 那这个字大家可以记起来 oborescence 就是树木状 那arbor这个字是拉丁文的树木的意思 那大家可能听过什么植物园 叫做botanic garden arboraton arboraton 是树木园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那有一个字叫做arborist 叫做树木 树意学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意思 它就是专门修剪树木的 有这个字 它的字头就是从这边来的 好 然后另外呢 这个我们之后会讲就是 金的分支的方法 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征 我们之后再讲到那个 竹植的分类的时候 我也特别提到 它地下金是怎么分支的 那植物的生长方法 这种branching pattern 它是determined by relative activity of ethical meristem 就是说它是由 顶端生长组织 它分化的方式 来决定植物的生长的样子 什么意思呢 如果一个植物呢 它就是顶端生长很强 它就只会一直往上涨 它就是瘦瘦高高的 不分支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 台大校园的那个洛宇松 直直的不分支 它基本上就是说 它的顶端生长是非常的强 好 我们细管外面的肯赤南洋山 直直的不分支 就是你就看它的epical meristem 非常强 如果顶端分 顶端的这个生长体 它不喜欢往上涨 喜欢側掌 你就看到分叉的 所以这个植物的长法 全部都是根据epical meristem 它的分化 它的长势 会决定了这个树 长了什么样子 那很多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树的样子 远远就可以看出 它是什么植物 就是它有特殊的一个生长的学性 我们之后会再讲到这些字 这个是monopolio 就是单轴的 tympodio 那这个字呢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直直的 可是事实上它是有点偏的 就是这样 它看起来是直的 就是这样它就是喜欢测长 我们之后会有一些照片给大家看 anyway 我要跟各位讲 这些字 就是比较specialized 一些terminalogy 那这个给大家看看 植物为什么会长得不同的样子 这个植物就是我们熟悉的 比如说肯饰南洋山 或者是这些温带的真叶树 它的长法就是所谓的 mortopotia 它的单轴深 那在小葉南洋山呢 很重要就是说 它还有一个水平生长 那这边另外有一个是叫Plegiotropic 这样的树呢 它长势 它的上面是主要 但是它側身也很强 所以看起来会是三角形 那这个是相反的 这个植物呢 它就是不断的側身 以至于它看起来是一个倒三角形 OK 那这个 这个比如说我们待会看到七柱克的植物 那这样一个长法就是 它有一个直升 但是最主要是一个側身的长势 叫做Simpose 這個Ostensimilar 但是它是一个直升跟合轴身的 OK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这些terminalogy 我要讲的重点是在于说 这些在这边了解这些terminalogy 会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树的形状是有帮助 那这个东西呢 它是有直升跟那个側身 那我们常见的懒人数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生长形式 我们来看一些照片 小燕男人数 可燕男人数 都是直直的 然後这个懒人数呢 它就是有直的跟側的 那这个側的呢 它这个側枝其实是 它的这个側枝的长法 其实是 你可以注意到它是这样长 这样长 这样长 这样的长法 叫做Simpose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枝条 以为它是平的 事实上它是这种翘翘长的 很多很多枝会这样长 那另外懒人数 那另外有些是 比如说这是螺絲岩幕 它就是一种 顶端生长不太行 就是一直側长的一个植物 那了解这有什么重要 这对于所谓landscape design 地形的设计非常重要 你要去 比如说你去画一些电脑动画 基本上你要怎么样去 精确的描述这个植物 就因为每个植物它有不同的生长式 这叫做tree architecture 有人专门在研究这个东西 利用tree architecture做一些 这个景观的设计 这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climbing 就趴在上面twining 那另外呢 爬的在地上 地表横走聚崖 这叫做right zone 这都是有一些terminology的 那木本植物一般来讲 比较没有那么多 可是你要去看一些草本的东西 就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变形 那金仔细看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牙 花牙 花牙非常的重要 因为花牙 牙不管是花牙还是叶牙呢 它都是 就是说 它在生长过程当中 它必须要被很好的保护 它才能够顺利的生长 如果这个植物的牙没有说 就是它在生长过程当中 没有给它足够的保护 它可能在发育过程中死掉了 以至于这个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构造 以及重要的特征 那这个植物的牙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说 第一个它的位置呢 我们有顶牙 我们刚才提到epicomeristin 就是顶牙的部分 翼牙 然后还有一些是侧牙的部分 那再来呢 这牙有所谓叫做叶牙、花牙或混合牙 那我们之后再讲到张科只会提到 就是张科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的牙都是混合牙 它春天一开花的时候 那牙里面有花牙跟叶牙一起开放 这就是一个混合牙 另外呢 有些牙的外面会有一些特殊的保护的构造 叫做菱芽 它有一些 并不是叶子 它就是一个我们叫做包片 有时候是木质化的构造 在叶牙或花牙还没有开放的时候 把这个牙保护住 特别是可以让它们适应 就是特别是温带的植物 它们不能说 植物不会说春天来的时候 突然从没有就植物就展开 叶子不会 它一定是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牙就要开始慢慢的发育 这发育的过程当中 要是没有一个特殊的构造把它保护住的话 在温带这些下雪的地方 受到霜害或是冰害 牙可能就死掉 就是冻死了 所以这个植物在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展业 时间要算对 这就是climate change 为什么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植物明日这时候要开花 就突然来一个冰霜 它那时候花已经展开来了 没有被牙保护 它的花牙就死掉了 我之后会跟各位讲一个 我们做差速的例子就是这样子 就说它应该要 它就是它的 常常因为 现在的气肉不稳定 Anyway 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特征 在台湾的张科植物的分类里面 搞清楚它是裸牙或是菱牙 有没有牙重要的分类特征 因为有牙的关系 就会看到牙着身的位置 以及一些其他的构造 另外还有一个叫不定牙 有些植物 这是植物另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它会在一些不该长牙的地方 长出一个牙 或是猪牙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特征 那这是枝牙 枝牙跟牙的一些很细的构造 我们一般在台湾 比較不care这个东西 是因为台湾的植物 一方面温带物种很少 第二个就是 我们常常有很好的东西 比如说叶子可以来做分类 可是在温带的国家 如果你以后有兴趣到什么 Michigan 或者是 什么Minnesota去念书的话 如果去修他们的树木学的话 他们的树木学叫做 Winter Dendrology 他们会在冬天的时候 老师带你到雪地里面去认植物 那这时候呢 你到身体里面 没有一棵树是有叶子的 那你要怎么样靠枝条认植物 你就要认这些东西 Twig 很难喔 那台湾比较少人专注在这方面 但是实际上仔细看 它都是有特征存在的 OK 那我们一般来讲 台湾比较重要就是裸芽跟菱芽 但是有时候了解这些 比如说这个芽的构造形状 还有比如说有些这条 所谓的皮孔 想要一个叶子皮孔 这些都是特征 今天我们来讲叶子 这个是我们树木学 最需要花脑筋的地方就是 怎么样把一片叶子很透彻的了解它 就是一片叶子有什么的了解 不是喔 叶子学问可大得很 前几天得到一本很棒的书 就是一本厚厚的书 告诉我们怎么描述叶子的形态 那为什么植物的叶子的形态描述很重要 大家知道在做那个恐龙的研究 它们看到的是骨头嘛 对不对 古生物学有骨头 那为什么能够骨头 因为骨头是整个 脊髓动物最硬的部分 你的什么肉都已经没有了 骨头留下来 所以这些人很厉害 看骨头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古生物学者怎么研究植物的化石 那植物花通常没有办法保存 果实也 有些也有 但是很多是没有机会 最重要的就是叶子 对于植物的叶部形态的了解 是植物的 古生物学研究最主要一个方向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植物的叶子 做非常非常精细的描述 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叶子的 一片叶子 你可以看一看 光一片叶子就可以列出这么多的名词 你就知道 要了解它非常重要 那我们来看看叶子的名称 这个是 这一片我们叫做 这是一片叶子 你画的不是非常非常好 不过没关系 这是根据那个简字来的 这一只一片叶子 那叶子包括了一个部分 这个我们叫做叶片 有人叫叶叶 他用一个字叫做Blade 大家看到Blade想要什么字 刀锋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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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de 就是菜刀的意思 夜片就是blade 那我们看一把相伴把菜刀 Anyway 夜片就是blade 这个构造呢叫Peteo 叫夜饼 有的植物是有夜饼的 有的是没有夜饼的 有的是没有夜饼的 stupio 有戳葉 在台灣你只要看到葉對生有戳葉 馬上想要嵌草科 很簡單 一下從4000種變200種 很簡單嘛 知道一個單一的特徵有時候是非常有用的 葉蛇 這個東西出現在一些河本科的植物 或是沙草科的植物 以及在捲果鼠的植物會有 葉蛾 那葉蛾有時候是這個葉餅肌部突出的部分 這邊沒有看到 好 脈形 Venation 葉脈 這很重要 這個特別是化石的植物靠的就是葉脈 這個葉脈可以分得非常非常細 有一連串跟葉脈有關的那個數也是很不可思議的 然後呢 我們來看這個葉子 除了Blade之外 它要分成所謂的尖端 Apex 肌部 還有一個Margin 葉圓 這個是不同葉子的一個特殊的構造 這個字呢 Phyroid是假葉 我們之後再講 相似數位提到 這個是葉的芽 這是 現成長的這個東西 給大家看一看不同的形態 我們來看一些奇怪的東西好了 葉子 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很多東西看起來像葉子 但是它不是葉子 或者是葉子看起來不像葉子 造成我們很confused的地方 這個左下 左上角這邊照片是 相似數 看起來像葉子 但是是假葉 因為它 舊發育生物學來講 是葉餅的一個構造 然後這個部分呢 看起來像葉子的部分 事實上也是一個假葉的構造 另外呢 有些植物的葉的尖端 麥會變成是一個捲曲狀 然後大家可以看 各式各樣的 那我覺得最酷的是這個東西 大家認得這個東西嗎 這是豬籠草 那大家知道豬籠草嗎 聽過嗎 像台灣 你在花式也都可以買到豬籠草 那各位知道豬籠草的豬籠是哪裡來 是什麼構造嗎 來我們來看看什麼是 這個是豬籠草的 豬籠 那它連著 根據這條線連在這個地方來 它連著一個構造 豬籠草的豬籠是 葉尖端 膨大而來的一個構造 根本不是一片葉 它是葉尖的 那個頂端 發育出來一個特別的構造 它不是葉子 它是一個 一個小小的部分發育出來的 非常非常 肥於所思 這是葉子 瞭解葉子 我們在 樹木學上面 當然就是有些很基本的構造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 葉子的生長方法叫葉序 Lift arrangement 你們 護身 對身 十字對身 輪身 蟲身 這非常重要 你先把台灣的植物 葉對身跟護身就可以分兩類了 這個很好的一個特徵 另外 十字對身有些植物會 穩定的出現十字對身 輪身 輪身的東西不多 可是有 蟲身 就那種 長得亂七八糟的 但是了解這個東西 這個是 樹木學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 在野外觀察的樹木 看到一個資料葉子的第一件事 通常就問你說葉對身還是護身 這些字都很清楚 Alternate Opposite Desiccate 然後 就是一群 那 這個有一個比較麻煩 這叫 Verticulate 這待會我們會再用 花也會用到這個字 Fasculate 就是一重的 這些字其實都是可以 用來描述其他的東西的 那我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金的明顯與否 金身跟機身 就是Colin跟Radical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會用到的字 好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葉子 它不會 通常很多葉子都不會是乾乾脆脆就是一片葉子 特別是熱帶的植物 它都會有 各式各樣的裂法 不是熱帶跟溫帶都一樣 那這個怎麼樣去描述這個裂呢 在數學上就很有趣了 那我們就是講裂 我們就講中文比較簡單 淺裂 中裂 半裂 深裂 全裂 那這個每個字英文都不太一樣 lobed collept parted divided 很討厭喔 英文就是這樣子 中文比較簡單 就好像我們數字比較簡單一樣的道理 那另外呢這個缺科的 incised lacinated pactinate pynetified bipynetified tripynetified decompound 這些字 其實它都不是只有植物學名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 general terminology 它會用在其他的構造 或是其他的地方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因為我們不是只有在 描述葉子會不會列 那比如說 sineated這個字其實還蠻常出現的 incised 這些東西 那 除此之外 這個是另一個很複雜的字 就是怎麼去描述這個語狀副葉的形式 那我剛才有提到這個是blade 葉餅pty 然後 這個叫做一毀語狀副葉 pynetified pynetal compound 就是語狀副葉 OK 那這個語狀副葉分成兩類 這叫做 imperipynetal 基礎語狀副葉 因為這個葉子總共有 2n加1片 2n加1 基礎語狀副葉 那這就是 pynetal就是語狀 偶數語狀副葉 因為它是2n的葉片 那這個很重要 基礎跟偶數語狀副葉 這是非常固定的特徵 OK 那我們就要了解它 那另外 不同的分裂的形式 很多字 非常非常多的字 那就是 這些字 我們 它基本上中文上來講 都是非常的 容易理解的 建議我們比較麻煩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要跟會講這個重點就是 當你要用文字描述的時候 你必須要非常的 Precise 非常的精確 那 所以我們 通常都需要具備一些 比較好的形態的 工具書 讓我們在做形態描述的時候 很精確 或者是你在看書的時候 因為 常常不會有一張很好的圖 那你怎麼去了解它呢 就是要靠這個General Terminal 去協助你了解 那葉子著身的部位也是很重要的 那 比如說這個是有葉餅的 很清楚 沒有葉餅的 有葉餅的要叫Peteolate Peteo加這個字就是有葉餅的 Saiso 那這個字用很多地方 沒有餅的叫Saiso 不會動的也叫Saiso 這在英文 Saiso這個字有不同的意思 有葉翹 那這個東西 比較少出現 最有名的就是鳥科的植物具有這個構造 Decurrent 下延的 就是慢慢變成什麼樣子 這個字 豹金的 Amphilectical 指這個葉子很 很特別 有點像是 方天化吉 卡在這個 這個金上面 那這植物長很酷 叫川金的 Petfoliate 川金的 這個字 你要是你的心臟 川孔就是Petfoliate 有時候心臟病 有個洞 就會用這個字 Petfoliate 然後 河深川金的 一樣字 這東西不是 不是地在這邊好看 而是真的有植物長這邊 這個是我們在廣西看到一個植物 這是龍膽科的叫川淺草的樣子 好 另外 葉肌 葉子的肌部 這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一堆字 Cordate 心形的 COR這就是心臟的字頭 Auriculate 耳狀的 Sagitate 健壯的 脊形的 Hesitate 這個東西如果各位玩魔獸就會出現這個字的 武器的名字 對不對 是不是 有沒有 好像有 之前有人跟我講我沒有玩過 所以講錯 原諒我 Truncate 就是指 結形的 這個字很好用 就是你被人家 一刀兩段 被Truncate 就是身體結一段 就是Truncate OK 這個 Rundate 就是圓形 Optuse 就是盾的 Optuse Cuneate 這個字呢 極形文字 也是用這個字 好 Attenuate 就是 漸漸狹窄 你的一個病情 Attenuated 變得越來越 好還是不好 忘記 但是就這個意思 Applicate 就是不歪斜的 兩側不對稱的 Peltate 頓狀的 所以暴巾我們剛才提了 穿巾 描述業績 好 這個很多 這全都不是 植物的專有名詞 而是 Generative 就是對於形狀 各位對於形狀了解多少 不多嘛 我們其實中文 其實就是 很好描述 長方形 橢圓形 就不多 可是英文 都不一樣 這就是 這很多字是從拉丁文來 早期那些拉丁文 他們有非常多很特殊的字 用來描述形狀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早期在做植物學的時候用拉丁文 因為那個時候就已經很多智慧了 你不需要去創造很多的字 那這邊很多後來也借用為 一般的General Terminology 很多 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要講的重點就是在說 你今天看到一篇夜池 你要怎麼把它描述出來 你不可以亂講 好不好 他的比例 長寬高 12比1到6比1 叫做Linear 他是有定義的 不是我看一下隨便寫一下 你要去量 給他一個Range OK Narrowly ablong 6比1到3比1 他都是有清楚的definition OK 就是我們 你在看書上的描述 他不是亂寫的 他是有所本的 我就 不再 說 夜間 夜間其實跟夜跡就是相反的構造 但是呢 他有些一樣的字 也有些不一樣的字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那個throat 就可以想像剛才那個 那個 豬籠草那一根很長 捲來捲去 盲間的aristate 那這個字就是指 邊邊很多次的意思 coudate 就是 這個 那這字比如說我們以後 學那個 有一個叫做 短尾頁 實力 叫做 brevy caldata 就是來自於這個字尾的 漸肩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 accuminate 就漸肩的 然後 瑞肩 acute 頓形 剛才用到 非常類似的字 trunk又出現了 OK 微凸的 凸的程度 還有凸出一根針的 都有名字 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這些東西 老實說你看到其實就是 知道是什麼東西 可是你要怎麼描述它 它是有名詞 它是可以找到一個 專有的一個形容的詞 去形容這個構造 那你要是沒有這些詞的話 你要描述的不就很麻煩嗎 這就是terminalogy的重要性 業員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剛才已經有提到 列法 這個 intile undulate sinuate 頓齒狀叫crenate 小頓齒它有不同的名字 cerate 牙齒狀 什麼叫做dentate 大家有沒有去看牙醫 牙醫叫做dentist 對不對 就是DEM的字頭 就會了 然後 後面加一些字就變成小的 原毛狀 切殼狀狀 好 請各位 看講義或者是我在網路上的東西 去大概看一下 了解一下什麼叫做general terminology 大部分不會做植物分類學家 不用把它背起來沒有關係 讓你們知道有這個東西 植物形態的描述是一個非常精確的東西 因為它有非常嚴謹的定義 藉由這些很清楚的definition 以及清楚的terminology 我們可以寫出一個 簡潔 而且大家看得懂的東西 這就是 了解任務的重要性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